大家好 請問郭國平接受 最近郭國平教授就說到 在香港未立23年之前 可以使用內地的國安法 或者一些類似23年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是否在香港實在和這個 我覺得姚國平教授 很明顯是以一個學者的身份 做一個政治任務 來嚇香港人 我覺得他要看清楚一些基本法 23條 那個立法的安排是由特區政府做的 不是將一些去把劉曉波入罪的 中國內地法律 即是香港 如果97年之前 是講這些話 我相信香港是不會如是者般回歸了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講這些話 對於現在開始的那個政改的對話和溝通 是一些幫助都沒有的 也是帶頭去破壞一國兩制 尤其是23條 就是條文是被徹底破壞的 他有提到 因為現在是美南23條 所以出現了很多行為 例如國家 香港的那些 其實你是不是有 我留意到 有記者問他 就是關於衝擊軍營 但是衝擊軍營者 現在已經是依法 是被起訴的了 如果你說其他的行為 當年十年前 我作為大律師公主席的時候 都已經向香港市民指出了 不是表示沒有23條立法 香港就不能處理 好像叛國 或者是洩露國家機密 這些罪的 所以姚瓜平教授 那個論證 其實基礎是不足 非常薄弱 因為他現在說 現在出現這些 蕭國旗 去闖軍營 是因為沒有23條 所以發生 但是這個因果關係 大家都明白 不是這樣的 是因為香港那個市民 我們受到基本法保障的 一些自由 和投票的權利 得不到尊重 民生的問題 完全向既得利益傾斜 而特區政府處理不了 沒有魄力 甚至不敢處理 造成的 所以無論從法理 憲法上 還是從民生的立論上 姚瓜平教授 都是非常之薄弱 我覺得他是 以一個法律學者的身份 是不是要求做一個政治任務 而政治任務在這個時候做 是對於剛剛 將會開始的溝通 是沒有好的影響的 因為這法律的 即使法律講到去 香港其實是不可行 就是不可行 即是不可行 即是不可行 香港人可以看一看 香港人是非常之失望 因為這個是一個 破壞一國兩制的舉措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